相關的知識,請各位不妨去了解 第一個可能SS資料庫 你可能要了解,或者是像SQL Server那種資料庫,那些很花時間 第二個的話你可能需要去懂一些像ADO的元件怎麼去使用 那ADO元件用最多當然就是如何去做查詢 查詢資料,就我們現在講了,但是ADO的查詢 又有他的方法,那還有就是如何新增 比如資料怎麼新增到資料庫,如何去修改 資料庫的資料,如果刪除資料庫裡面的資料,大概ADO的主要的用途 第三個是SQL語法 SQL,我們如果講法就是SQL,SQL 那這三者都不是短時間 一下子可以做,但是我把重點跟各位講一下,如果說我今天要跟資料庫連結的話 那在舊的範本裡面也有 各位可以查一下之前的那個範例 之前有一個範例,這個範例的話,各位在分享區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 地址合併 這個範例 地址合併裡面 就會有一個是跟資料庫有關的 而且有個程式在這裡,如果各位這部分如果不太熟悉的話,回頭這邊也有 畫面 跟完成的檔案都在這裡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部分就是 地址合併裡面的資料庫程式 其實各位可以點擊有沒有 這邊有個程式碼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 因為 各位的時間 不是很充裕的情況底下 又要能夠跟資料庫連接的話,其實各位只要找到這一段程式碼 然後呢,了解這一段程式碼在做什麼 並且 將來把它放在你的Excel VBA裡面 基本上 就可以Walk了 沒有問題 那怎麼改 第一個 我把那個 步驟 跟各位講 Ctrl C 應該會 這個應該大家都一定最會的 然後再來 2,Ctrl V 這個應該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說要貼到哪邊 那我把這個地方貼到 最下 最下面好了 這我剛剛已經貼過了 好 我再貼一次好了 OK 好 貼上 對不對 那check一下 他可能因為 這個格式 我把它變成出 那個 紅色式 他前面就多一個問號 沒關係,把它deletele就掉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第一階段 我們的 這個方法的範本 那他的名稱很長 你如果覺得這個名稱太長 你自己再把它改短 也不會有問題的 OK 那 可是問題 這一個方法裡面需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 他要用到ADO 所以你必須把ADO給叫進來 應該還記得ADO怎麼叫進來吧 其實在 這個合併 範例裡面就有講到 就是要把什麼 工具 設定引用項目 把 ADO其實他就是這個縮寫 ActiveX Data Object 2.8的版本要把它叫進來 那這個有點像外掛 他本來也是有 不能夠 存取資料庫 藉由ADO這個外掛 他就可以達到 這個資料庫存取的目的 所以 將來如果你 VPA本來不行 如果你要變成可以的話 裡面這麼多外掛 自己去研究一下就知道 OK 他本來不能寄email 也是有 本來不能寄email 那如果你要讓他可以寄email的話 你找一下裡面一定會有一個outlook元件 outlook元件呢 也有呼叫的方法 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一個清單 你要把這些清單寄信出去的話 也可以呼叫outlook元件幫你寄信 都可以啦 反正裡面你只要想得到的 他都可以藉由什麼 設定應用項目去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第一個 我們把它貼上去之後 你先看一下 他有用到ADO 所以我們在 工具裡面的設定應用項目 請你把這個打勾 記得不要不要打勾錯 我在做一下 設定應用項目裡面 往下找 他是Microsoft開頭 開頭 所以是M開頭的 那因為他最新的是6.1啦 但是我還不確定6.1這個到底OK啦 如果不是那麼確定的話 你乾脆用保險一點 2.8就OK 2.8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關係到就是說 你用的SS的版本 如果SS的版本 你越新的話 那你ADO的版本要更新 不然的話他沒辦法開啟 如果2.7我印象中如果你用2.7 可能沒辦法開那個 SS2010的格式 所以通常像我自己在實際上做 我資料庫我可能不會用最新的 我那一種SS2003的格式 或2000的格式 為什麼 因為你太新的 可能在有些人的電腦裡面沒有ADO2.8 他就沒有辦法幫你去開資料庫 啊如果要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乾脆用舊版的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你說新版舊版 在存取資料庫 有什麼差別 其實完全沒差別 因為你說SS哪個版本用起來 感覺好像差不多 而且說真的 反而舊版還比較難用 這是這是我個人看法 所以 因為你會發現那個界面又換掉了 對不對 又要再重新再學習 對一般來說還不方便 再來相容性也沒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他一直改版 那相容性又不好 可是他就強迫你一定要改版 你不改版的話 他 就沒 那當然是他商業考量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這地方跟各位 那我的習慣 所以我在雲端上還有放一個那個叫 什麼什麼什麼 SS2003的 叫Portable 免安裝的 那個其實我很常用 為什麼 因為我有時候 現在流行那個虛擬主機 虛擬主機上面他不會幫你裝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在虛擬主機 SERVER上面去 去產生一個資料庫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把那個 丟上去 對不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建資料庫 我就可以建 不然的話我不可能說 叫那個虛擬主機的廠商幫我裝一個office 因為那個沒有版權 而且虛擬主機他也不允許你這樣做 OK 所以你可以用換的方法 就可以達到 按確定 第一個ADO有 如果你沒有ADO的話 這兩行會錯誤 他會找不到這兩個東西 再來的話我們要需要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2010 我們就建一個200 那這個名稱本來叫地址 把它改成叫成語好了 所以我這邊會需要一個叫成語的字 一個資料庫 這等一下 再來的話這邊也要把它改成成成語 的資料 資料庫 那他再來 SELECT FROM 這個是一個查詢語法 SELECT所有的欄位 From哪一個 TABLE TABLE就是資料表 他的觀念有點像是 這個對應到SELE 就是SELE的工作簿 就是檔案 然後呢 這裡面的東西就是他的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裡面 會有哪一個欄位 欄位就是裡面 比如說我的查詢條件也是成語 雖然都叫成語啦 不過 最上面那個就是成語的資料庫 這個叫成語的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有個成語的欄位 欄位裡面會有一個關鍵字 就是這個關鍵字 OK 所以我們大概改 其他都不用改 大概就是改了幾個 一個是 新增 這個ADO 第二個是 資料庫 這個是資料表 欄位 OK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已經完成了 所以第1階段的話請各位先到那個 雲端上面找一下 找那個 就是我們的地址合併這個範例 我們從地址合併範例裡面去找好了 因為這樣 以後你們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那你可以適用在 所有的 這個資料庫開啟 的範例裡面 那你把它開起來之後的話找到最下面 就這一段程式 把它卡住C 然後呢貼到我們剛剛的程式碼的最下面 分別改 就是引用嘛 然後在 這個 這幾個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